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7月23号 礼拜五的台式晚间新闻 投票讯息带您来关注到 受到烟花台风的影响 外围环流未被台湾带来了豪雨 在新竹多个县道以及五峰箱山区 都分别出现了土石崩落 以及树木倒塌的情况 不只有救护车被倒塌的树盖 卡在车阵当中 还有民宅被巨石砸中 铁皮屋凹了一个大洞 也因为雨是那样灾情 新竹兼石箱跟五峰箱宣布 今天晚上六点起停单停客 桃雨狂炸新竹 导致土石松落大量 雨水倾泻而下 形成小型瀑布 不只交通受阻民宅也遭殃 一颗重达三吨的巨石 就这么重重砸在铁皮屋旁 底下还有一台机车 来不及移开惨遭压顶 刚好是房间是不是 空落房间房间 窗头后方的铁皮凹了一个洞 光线甚至还能穿透 可见当时力道有多大 现场满目窗移 就连转墙也敌不过土石冲刷的 巨大冲击散落为地 索性巨石并未砸进屋内 并没有人员伤亡 受到烟花台风影响 新竹山区从22号开始就好雨不断 新竹多个县道以及五峰香山区 都分别出现土石崩落 以及树木倒塌的情形 还有救护车载着重症的病患 要撤离山区时 被倒塌的树干卡在车阵中 没有看到他倒下来 因为我看到有车过来 我要经过他的车就 我就没办法过了 连救护车都卡住 由于从22号开始 五峰山区24小时 累积雨量超过260毫米 达到停班停课标准 因此县府也宣布 五峰和简石箱 从23号晚上6点以后 继续停班停课到24号 而农委会也针对 五峰简石两箱 发布土石流黄色警戒 提醒民众前往山区 还是要小心再小心 记得新竹综合报道 麻烦了 water